主料,玉米饼子两个,咸鱼500克,辅料,青椒,红椒,大葱,姜,大蒜,韩式酱油三大勺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主料,玉米饼子两个,咸鲍鱼500克配料,青线椒,红美人椒,葱,姜,蒜跟适量调料,韩式酱油二大勺,咸鲍鱼和玉米饼子,分别鞋成拇指打上钉状, 青线椒,红美人椒切成圈备用,锅中烧油,油温8成热食仙酱玉米饼子丁和青,红椒圈入油锅炸制,炸制成表皮金黄色时拉出,再将咸鱼丁入油锅炸制,也炸制表皮金黄色拉出,取另一品锅,锅中加油边炒粥,姜,蒜,佐料炒香后,将过油的咸鱼丁,玉米饼子,青红椒入锅炒制,加入韩式酱油调味, 煸炒几下即可出国食用,烹饭技巧 一,这道菜咸鱼可以选择其他的品种,二要香味道鲜香最好提前要过油炸制,再加做省略这一步也可以,但口感和味道不是很棒 三,因为咸鱼本身就带有咸味,所以炒制式只需加入少量酱油即可,不需要加盐,以免口味太重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